大家好 我是伊惠 我是OKさん 嗨 大家看我穿今天這一身服裝 應該猜得到我人在哪裡吧 沒錯 我在自分 我不是在 怎麼生氣下街嗎 可惡被失破了 我知道呢 現在已經開放可以出國了 大家都迫不及待的一直去日本玩對吧 但是呢一定有些人跟我一樣 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或者是因為一些特殊狀況 沒有辦法馬上去日本 沒有關係 今天呢 伊惠就要帶大家跟我一起 在台北過 偽日本的一天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也是受到邀請 要來拍攝在台灣的福島食品喔 伊惠呢就要來帶大家去一間 在中山區非常有特色 很道地的日本小店 準備好了嗎 跟 我 走 重複寫的一個便條子 我踢在這邊也可以 踢在這邊也可以 我們又開始來挖寶吧 我們又開始來挖寶吧 我走 好酷喔 這是什麼 它寫番茄肉醬風味三角玉米餅耶 但它其實就是像台灣的那個金三角 好適合你喔 對 但是裡面一定要先穿一些你知道 不然它真的很透 一覽無遺的部分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我個人蠻喜歡的一個東西 就是 這個 它叫做Waymo 它就是一個便條紙 可是呢它的質感其實不是紙 它就是這樣一個可以到處黏的一個軟墊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你拿原子筆在上面寫 假設我寫OK 然後呢你就可以用橡皮擦 直接把它擦得一乾二淨 它是一個可以重複寫的一個便條紙 也可以重複貼 貼在這邊也可以 我貼在這邊也可以 貼在這邊也可以 它也有出這種 還記不記得大家以前小時候的那種這樣 有沒有 你就把你代辦攝像寫在這邊 你的那個手錶就可以提醒你了 這好像是不用Apple One 不用什麼Apple One 就提醒那邊叮叮叮不用 就是寫在這邊然後就 帶出門就對了啊 接下來要來介紹給大家 Foot Free行走調整鞋墊 這兩個鞋墊就是一左一右 它就是一對這樣 然後它摸起來是蠻硬的 那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呢 原本你會長這樣 當你用完鞋墊之後 你就會長這樣 我原本是長這樣 但是當我買了這個鞋墊這樣 穿穿穿穿穿穿穿 我就變成這樣了 我覺得這廣告不實欸 怎麼會欸 我怎麼樣都下不去 我就是這樣了 看你跟我說對不起 走到哪裡 看你跟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欸 對不起 欸 對不起 對不起 還是我傳簡訊跟妳說好了 用這沒辦法 鞋墊 我就只能這樣 啊 這裡還有賣這個無添加的獅子巾 可是獅子巾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我們就來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哇 這獅子巾很大欸 它可以到這麼大 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說如果你家裡有行動不便的老人 或是今天家裡停水了 你也可以直接用這一塊 幫自己做一個洗澡的動作 它冷 熱都可以用 你可以直接像剛剛那樣 把它放到微波爐裡面 包裝都拆掉啦 然後它就是一塊熱呼呼的擦澡精 那如果今天天氣很熱 你想要洗個冷水澡 可是沒有水 你就把它放到冷凍庫裡面拿出來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這一些呢 就是我們在影片一開始有講到的那些福島食品 福島食品呢 現在很多台灣人還是存在著很多的隱憂 不確定福島食品是否還存在著安全性 不過沒有關係 要不要來試看這個啊 這個是我們福島的鮭魚 來 要不要試吃看看 等一下 您該不會講日文吧 會講日文 您該不會是福島前進團的人吧 對 我就是福島前進團的人喔 那您該不會就是那個福島前進團的團長吧 你怎麼會知道 哎呀 讓我們早上歡迎團長大衛來到現場 大家好 大家好 那這邊有準備幾個問題想要問一下大衛 就是呢 請問大衛身高多高 啊 我大概前一段時間量那個173公分 好 認真的問 請問一下大衛有女朋友嗎 啊 這個就在螢幕前不好講 太困擾了 太困擾了 我們私下討論 不好意思 請問大衛為什麼要叫大衛 大衛這個 喂 想請大衛呢 那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油脂煙燻落影龜的罐頭的由來 真的要進入主題是不是 對 終於要進入主題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去年 台灣的石斑魚 因為一些政治關係 然後中國那邊就是 不讓我們的石斑魚去賣到中國那邊 那時候就會有一個領養魚場 在福島的領養魚場 這個會長想要幫助台灣 所以就把這個台灣的石斑魚 就是買到他們的自己的養魚場 對 所以說他就是幫助我們 拯救了台灣的石斑魚 那他們產出了這個 油脂煙燻落影龜 這個罐頭也是在日本販售的 非常好的一個商品 那我們就是為了感謝他們 我們就是把他們的這個罐頭 做了很多層層檢驗 我們層層層層層 所以這個是一個證書對不對 這個證書 好貴 可以買這間店對不對 OMG 這個做完檢驗之後 終於在去年年底 正式進到台灣的這個鮭魚罐頭 好 那我就 如何 感恩的心在那種 感恩的感覺在那種 那種感覺它在我們 胃裡面開始悠遊的 油脂湧來 可能是沒有煮熟耶 有那種煙燻的感覺 叫做油脂 可是其實它沒有到 真的很油膩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反而有一種 很爽口的香 油香氣 會在你的嘴巴這樣子 啪 整個散開來 對對對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開始覺得渾身 血液沸騰 想要舞蹈一下 釋放你的快樂 Yeah yeah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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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這樣 哇 哇 氣神中來了 這個魚肉賦予你 滿滿的 energy 在台北為日本的一天 剛剛已經帶大家逛過日式小店 接下來當然要去吃日本料理了 吃壽司 嗯 吃拉麵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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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吃貴桑桑的雞酒屋 準備好了嗎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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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呢 偶爾呢我也會去吃個居酒屋 那今天呢我們就來吃 剛好在中山區這邊有一間居酒屋 哈拿筆 大家看一下我決勝的美食 這個呢是蜜船手與唐陽 這個是大根竹 那我們要開動囉 嗯 它的皮非常的那個脆 因為我剛剛看的美容上面有說 它這個是有二十幾種醬料醃製的 所以你吃進去之後 會很明顯感覺到有很多很多的香味 它也有點甜甜的 很像照燒醬的那種甜甜的 然後有花椒 上面那個黃黃的粉啊 有點像薑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滿有層次感的唐陽雞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大根竹 好我們先吃一下原味的喔 嗯 它好鮮甜喔 其實我覺得它雖然熬煮得很久 可是它還是保留它很營養的部分 然後鮮甜是真的是 會回甘的那種鮮甜 接下來我們來吃沾過旁邊的那個醬 我猜是哇沙利 我也覺得 是不是沾太多 是不是沾太多 我就剛剛就覺得 你來回在吃 太好吃了 我都哭 吃到流眼淚了 它沾了那個芥末醬之後啊 甘甜的味道有稍微被消掉一點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 你會吃到更明顯的那個蘿蔔的味道 好那就這一支 心裡 有人上班不上班想要喝酒啊 等一下 見到樹光了是不是 好好喝喔 它的酸完全不會嗆鼻 所以它後面的回甘的話就是甜 然後酒精這個時候才慢慢的比較濃烈 所以一開始沒有那麼濃烈 所以很好喝 推推 我覺得很好喝 真的喔 哈囉 今天吃的還好嗎 您應該不會就是老闆吧 我是我是我是 你是老闆 不然我怎麼會別一個麥克風 今天是不是還有一些特別的 我們家當然就很多小料理都很特別啦 這次幫你們上的這兩道 其實是來自於福島的銀龜的罐頭 我們再把它做成料理 來了 特別研發的 這個其實鐵板料理 所以就是我們俗稱 Ajijo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其實它就是比較偏 就西班牙很多這種沾麵包的料理啦 我們有放了香菇啦 還有它本身的油漬的油 還有我們這邊當然特殊的一些醬料 然後用鐵板去煮 我們可以試試看 好 謝謝帥氣的麥克風老闆 好 然後可以淋一些它的 應該算醬跟油吧 這樣子的概念 好香好好吃喔 而且我覺得這個麵包搭得剛剛好耶 另外一邊就完全日式啦 那我們這邊是福飯 這個哈拿筆的福飯 那今天帶來的這個是什麼口味的 福飯當然很多種 我們這邊大概就有八、九款的福飯 那這個是特別為你們做的 一樣是剛剛的銀龜 可是因為我們有講它 其實味道比較清淡 就輕輕的鹹甜味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日式的高湯 從生米直接開始吹 那在吹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銀龜放進去了 所以它就慢慢會釋放它的味道出來 拌開之後那個香氣又整個衝出來了 特殊的福飯 搭配一個這個銀龜 飯好Q喔 對阿 喔好好吃喔 而且有沒有它味道不會太重 不會 因為我也是很怕那個魚味的味道 會重過其他的香氣 可是它完全沒有 完全不會 就是很平均的感覺 對 最後呢想要請老闆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現在還是有蠻多台灣人 對於福島食品的這個安全性 有一些顧慮 包含製作這些料理 有沒有特別想跟大家講 當然 我自己 因為畢竟除了廚師外 我自己從事日本酒的教育者 其實你說福島食物跟酒類 這個部分 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演講 在演講途中 我們後來發現說 日本檢測輻射這件事情 算是全世界嚴格 算是前五名的 比其他國家非常的嚴格 我們直接討論福島這樣子的一個食物 當然你會聯想到 膚色 地震 海嘯 這肯定會的 可是我覺得 既然政府已經說OK了 那日本政府也有把關 台灣政府也有把關 我覺得這已經是雙重把關 我們就不需要特別去 著重在說 這到底安不安全或怎麼樣子 因為前面已經有人把關了 所以我們就安心使用 去接受它這樣子 福島的食品 安娜 吃起來也安娜 再一次感謝我們的Michael老闆 不會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大家 為日本的一天 不錯吧 因為你在一樣流氓了吧 我們這支影片其實是受到福島前進團的邀請 想問OK 覺得今天這樣拍攝下來 對於福島食品目前有什麼想法嗎 因為那時候事情發生 是在十二年前 對 好久喔 很久欸 你知道十二年是什麼概念嗎 十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 你已經不一樣 我覺得我真的不認識福島 那我覺得藉由這一次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哇 它的食品可以安全買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他們其實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而且像福島前進團的人 他們其實有講過 就是福島一直都在前進喔 只是停留在大家腦海中的福島 還是那個很可怕 跟那個事件的那個時期 對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就是看完這個影片 可以有一些改觀 然後可以願意把這個資訊 分享給身邊的人 讓更多人知道 現在的福島不一樣 但如果你看完這支影片 還是覺得 就是這樣啊 那你就要被福島了 一起去福島 你們就一起去福島 坐飛機一起去福島 不然就是來找我福島 欸 如果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或請幫我們就是訂閱分享 最重要就是要告訴大家福島的食品 很安全喔 可以安心的享用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那我們來把這個 福島的鮭魚罐頭 傳承下去 沒錯我們給它傳承下去 走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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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然後丟我很遠 前進 前進